这个赛点才来得更加的重要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赛点的压力 给到另一边毛毛是很大的 来看一下微博更命的第二手 还是把螳螂摁一下 你上一局的阿木姆和剑魔 联动得那么好 这一局要不你们再试一次 感觉微博更命还是选择 在蓝色方打算去一拿莉莉亚 解释摁下来了呢 莉莉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蓝色方直接拿 但是剑技还是被摁住了 感觉摁了多少局了现在 四局 而且微博更命和弄瓦的 在大场BO3 以及小场的BO7比赛当中 包括我们前天的那个四局比赛 现在剑技的BP率是达到了一个百分之百 对 这把比赛到目前为止啊 思路都没有变 那看一下 我觉得微博更命可以调整一下 就是对于卡尔玛的一个优先期 要不要这么高 如果要往下路摆的话 其实拉个四可能会更好 但如果 诶 卢锡安了 变了 这卢锡安可是在前几局比赛里面都在二轮班位上的一个英雄啊 没错 这把要拿的话 首先是飞的卢锡安是有给到很强的压制性 再一个就是卢锡安走到一个下路 因为我经常看迟的直播 他 他玩的 真老玩 他传统为AD选手 他直播 小炮 卢锡安 女警 霞维恩全玩 对 再加上 像之前J team的下路双三组卢锡安配锤石 对吧 这种组合也玩特别好 而WakeUp刚刚在那个 互动环节 也说过垂石的点 相信我的队友 爱家诺瓦第三选 阿卡丽 是的 其实微博感觉被 这一局反 一楼直接大面具容缩率 反而显得有点低了 但你做时光的话 就相当于错过了 第一条小龙打龙团的能力 诺瓦很明显 在经历了这个四局的敖战之后 特别经过了上一局的精彩发挥 战队支持率有一个回涨 从和微博的六四开 现在变成了五五军事 甚至有一点小优势 领先于微博 gaming 搬卡尔玛 感觉是卡尔玛拉克斯 这两个都要搬 这两个拉克斯 觉得第三把 那个效果太好了 都要办的情况下 中路能不能掏瑞文啊 中路瑞文嘛 中路瑞文去打剑魔 或者阿卡丽这么选 但这一局感觉 龙有可能去玩这个 打野 打野剑魔 看下后面的摇摆 然后主要是阿龙选手 英雄池太深了 没错 总会期待他能够拿出 下一个不一样的英雄 微博把这盖伦给摁了 盖伦给到压力很大呀 是的 上一局确确实实武器 不太容易去操作 但如果搬盖伦 感觉 诺瓦有可能会让阿卡丽走上 然后建模看情况 先选一个辅助嘛 对吧 你上把比赛 加利奥是被搬掉了 这把比赛 红色方第四楼直接选 诺瓦这种好好呀 就是要进有进 我建议要退有退 而且主动开团 以及远程破壳都有了 收割也有 现在微博游 难题就是在于 你打团 你要补肉 而且你单线上武器 这一手怎么办 有没有人能帮得到 这个武器 却控制补维鲁斯 而这一把确实是双射手 补助的话太坦了 对 维鲁斯加太坦控制能力拉满 那这一局感觉 AP维鲁斯是不是好一点 我觉得目前 比赛里面还是poke吧 比赛里面还是 误穿维鲁斯更香 但是这一局右边肉 有点肉呀 他做双修维鲁斯 就是魔踪加上 那种峡谷制造者的流派 AP百分比伤害 斩的比较快 配合AD 配合打野打龙也很快 而且剑魔有个问题在于 首先维鲁斯的 3D能量零剑雨 它是有一个减伤效果的 有个重伤效果的 这把看一下 最后的一个分线情况 NOVA的上中野 到现在为止还不确定 盲森 6亮了一下盲森 要拼节奏吗 感觉盲森不入味 这个阿龙选过 这个阿龙真选过 但这把比赛 狗头有说法 挂枯萎 让莉莉亚跑不动 感觉真有说法 是的 但是打野狗头吗 选过 阿龙选过打野狗头 但那把打野狗头的效果 也不能说特别一般吧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这把比赛 我觉得是有那个道理的 这把比赛 阿龙的打野狗头 我觉得是有空间的 阿木木都见过了 这还是选过的英雄 怎能让我们不相信阿龙呢 你想英雄机制 有是有的 但是狗头打野 太慢了 别说比赛里 RUNK我都还没见过 你今晚回去可以试一试 我电视比较少 我怕队友喷我 你今晚回去可以试一试 然后这一局的话 狗头打野单说机制问题 首先莉莉亚需要跑得起来 武器要跑得起来 追着A 所以说光狗头的机制 可能更多的要信赖队友 对吧 让队友帮忙打龙 来帮忙拼位置 所以说狗头自己 作为一个前排的情况下 他第一剑三项握出来 其实输出也还挺高的 但就是锤龙锤的有点慢 有点游戏里面在看吧 主要是你要拿像狗头这样的英雄 你的刷野路线 就是一个重中之重 对吧 你的刷野路线该怎样 不被对面发现到 然后呢 你的刷野路线要怎么去规划 才能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我觉得这个 你要拿这种奇怪的打野 比较少见的打野 一定要去考虑到的一个点 然后再次回到 刚刚我们一直想聊的那种团战问题 因为这把Web Gaming选择 是一个双射手 双射手 其实这两个AD都不是那种传统 以平A战长的英雄 对 前人超技能 所以说我觉得这局AP维鲁斯 反而比AD维鲁斯 能力更好 那一会儿期待期待呗 看看呗 看一下阿龙上来 插个眼回去换扫描 比较正常啊 征服者的狗头 防御眼睛满 这局的话选择狗头的情况下 确确实是AP维鲁斯 能打一个更优秀的斩杀 而且刚才我们也能看到 第一时间的情况下 那个眼位布防 从同位中左草 蓝色方的中左草 以及中右草的位置上 都是有插保护眼的 所以说狗头从前开到后面 都是有队友来做保 但问题是中路的这个 卢西安面对到剑膜 有没有限权 我们也都知道 卢西安现在如果说不打 KG的话 是肯定有限权的 对啊 这把就看 主要对于微博 gaming来说 现在他们中野 莉莉亚加卢西安 这两个中野 目前看上来是 很强很强的中野 限权加上刷野的一个速度 可以帮着莉莉亚 去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这一把下路 又是一个wakeup的招牌太坦 他们中野辅 三个点位的联动 是很很重要的 再加上那个 Nova他们的中野 其实算是那种 中线烈刷野慢 对吧 这两个点加起来 这把Nova他们的一个 防守思路一定要做好 这也是他们做 防守眼的一个原因 是的 前面防守眼一定要做到位 Nova感觉这一局 9级前没出事 剩下来的几率很大 很阿卡利 剑膜 炸弹人 包括还有一个狗头 都需要贫困发育 前面不处在极大劣势情况下 感觉Nova这一局的阵容就是赚了 是 这把比赛 微博gaming可能真的要打那种偏向于速攻的一个战术 这把比赛 维鲁斯这一点选出来 其实能理解 一个是在于他要弥补阵容缺少的控制 第二个是在于你选维鲁斯 下线优的情况下转中线优 你打龙的围绕下面去龙团 维鲁斯是很好发挥的 是的 所以这两个点加起来这把持在前中期的发挥一定是很重要的 回到比赛 短暂的一个暂停 又是经典的四前排 这阿卡利金团也算一个前排了 可以 上来直接帮忙推线啊 前面所聊到了那个中线会列的一个问题啊 不存在的 直接让亚米过来缓解 是 但是泰坦加维鲁斯这在边线上作为作服 发明加 上局是WRL2当中阿木木的首次登场 这也是阿龙选手在打野位置上面的第19个英雄 再来把内瑟斯 一血前止 这20秒才稍微一个蓝马斯太慢了吧 确实慢 维卡布来了 半血的一个念 亚米一定要帮忙挡 这要不挡的话被勾到了要被打闪吧 是的 而且来到上路的一个对线阿卡利在打贾克斯 其实真的是好打一点 前面可能是你叠被动上来我不太好打 但是等到等级起来之后 会稍微好打点 比赛又出现一点小小的状况 但是我们伤恩物造 因为今天的标期打到现在为止 我们自己反正看的是很少的 是的没错 无论打打得也好看 你选选的也出色 有来有回神仙打架 大家在Rank当中经常看到的英雄也全部都能看到 什么剑魔啊 葛温啊 今天不出就四个字要素齐全 今天还有四个字百花齐放 对吧 想看的那些传统AD也有登场 打野阿龙也给你整一些花的 对吧 小天才的羁绊凑满了 我还有四个字 孙子和爷 call back是吧 也没问题 这也是刚刚伊泽在我们赛前的一个放狠话的环节里面说到的一个点 是的 当然回到第五场的比赛 因为从前中期肯定还是会被诺瓦捏一把汗的 他们前面通过了亚米第一轮帮忙推中线 是稍微缓解了一点 但是来到了正常 就是来到威卡比赛游走的那个过程当中 你能够感觉到 独仙这个英雄确实是个线霸 对吧 无论前面的伤害也好 还是他们处理线球的速度也好 会领先 脑马态度 而我刚才想了一下 AP维鲁斯的可行性 就在于这局炸弹人如果清线过快 这局维鲁斯选择做AP清兵的显然是没有AD快的 他动线的话 以及转点自己很容易是处在一个孤零零的情况下 炸弹人都已经开始低于火炮投掷了 而维鲁斯还在中路清线 就在团阵当中造成一个四打五的一个劣势情况 咱们现在这个比赛就很专业 现在能够清晰的看到咱们调查的一个原因 处理的进程 对 调查原因44秒就确认了 确认之后我们再要进行一个调试 才能来到一个恢复 我们暂停原因也是提到了 现场发生了一个技术问题 相关人员正在处理 请大家商案勿造 这一局我感觉 微博gaming和noma 没有说出来像我们那种什么剑机 再一次回到了两边的胶着之战 胶点之战 反而是把这个打野百花齐放 什么阿木木打野 狗头打野 但是说机智 这一局站出来的会是谁呢 会是一则 还是会念 还是会这个remake 还不知道 但我知道狗头不太好站出来 你话要说的这么早吗 哈哈哈 也真的真的也不太好说是吧 现在不好说 而且比赛才刚刚开始 嗯 狗头打野主要局面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知道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 微博gaming的持选手反映了一个技术问题 目前裁判与技术人员正在对该问题进行确认 请稍作等待 是的 我们也是顺势聊回来 因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前因是比较重要的 在上一次两队的交涉当中 NOVA是被微博gaming打了4比0 而且在那四场比赛里面 见机的那个点位 背影思刻的见机给到他们非常大的压力 这也是来到我们今天 到目前为止看到四场比赛 见机都在单位上面 对吧 对于NOVA的粉丝 就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块 现在教练组也是觉得 见机这一点不好处理 我们就直接扳掉不投铁 不投铁是第一步 而且今天再开出第二步 就是打出了很多的应对措施 是 见机的问题解决了 就来到莉莉亚的身上 而莉莉亚这一点 阿龙选择她拿到了第三个解极的答案 狗头 来看一看吧 这场比赛 接下来啊 会怎样进行 回到画面当中 伊泽被打了一个光盾 上来 还真有点亏 这光盾是光掉白掉的 而且这个伊泽身上 这过来 直接想找会差一点 果子果子果子 果子救命呀 亚米还偷偷吃了一个 亚米是想帮忙 哎 你是不是能这样的 亚米肯定是想帮忙的呀 我以为他带了蜜汤果实 吃那个15块 但实际上吃那个蜜汤果实 周边有队友也是能直接拿到的 带那个天赋的 池 看一下 刚才反馈的原因之后 这个在边线上 池一直是卡着线打 但是打炸弹人的话 感觉炸弹人清线应该没那么难 感觉AD打法是空线打得最好的 因为 Remake想要过去清兵的话 你对点的效果 你是不可能打得过 ADC的 没错 但吃这个吃技能吃的有点多 或者咱反着说 Remake是不是技能命中的有点准 确实 凡来了 又是同样的位置 对面又是一个炸弹人 但这一波技能交的有点太快了 威靠北再来的一个路上 太阳再来吗 呃 冰线清完了 动不了手了 冰线清完就动不了手了 这个什么情况 冰线来了 这冰线过去会不会是Remake的 哦 没有 没有 这一波冰线清完是不再会动手 阿龙 过来 还是脏兵 好 没脏了 狗头打也现在确确实实 来到了2分37秒 把自己的等级升到了5级 但狗头如果说 他不通过这种情况下 来分享经验的情况下 怎么打呢 阿卡利到5了 有机会单杀的 在命运四个身上有光盾 有闪现 不太好杀 嗯 但也是前面的换血 也让武器没升到5 在线上要亏几个病 感觉到目前为止 大家看到狗头和莉莉亚整体的一个经济 差距不大就还好 对吧 哪怕你一直 你自己刻板印象感觉 我们刻板印象感觉 狗头刷也刷的比较慢 因为前面要叠自己的 呃 一技能 这把 是这把 他也是一个神分狗头啊 从装备来看 确实 247现在 都能收得掉 就玩狗头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他5级那一波 我觉得我自己玩上单狗头 看下来 就打瑞文啊 就是打这种 大家看起来比较先霸的英雄 其实狗头5级都是能拜拜手腕的 嗯 没那么弱 打断了位移啊 这波飞的一个冷酷追击 刚好被打断了 赶紧先往后撤 感觉更多焦点要 注意到龙团了 是 四分钟了已经 再换技能就不赚了 一则这阿卡丽 数龄度还比较高的 两边第一件装备 都做得七七八八 嗯 这莉莉啊 刷也好像跟狗头是 没快多少啊 顶多快了一组 那这么看下来 狗头打野可行性 还 确实可以 换线 吃的一个装备选择 依旧是 只有他会选择 不去叠女神类 他想拉满维鲁斯的前期作用 所以他选择直接做幽梦 刘道拉回来 正好锤一下 逼出了一个光盾 开启大面 念想跟飞打到底 但是飞后面是有队友的 反正刘我种 直接被一个位移给躲掉 两边的中单选手 换了一轮大招啊 是的 换完大招就应该回城了 狗头回去也 买了自己的第一把神分 我们刚刚也说过了 在目前的这个节奏点里 换技能是不赚的 哎 能睡吗 但感觉伤害 其实伤害也是够的 主要不知道狗头的位置在哪 维梅克身上也是有闪 更想把技能留到龙团里面吧 第一条火龙 兵家必争之地啊 真正我觉得 反正是想打架的 通过这个火龙来打架 这如先在下路拿线了 而且这个火龙拉脱 要等持的回城补装备 身上还有一千块 看补鞋还是补装备了 挂哭哎 要来捶VCup就捶了一下 但这一下的一个伤害 已经能够感觉到了 狗头在发育过程当中 兄弟真别瞧几狗头 这是来到后期 这个狗头 一下子是不是都能把脑壳吹晕的 现在甲格斯 感觉背影斯克三把甲格斯 没有像是拿到剑极青钢影那种 那么有效果能够单点突破 这也跟甲格斯这个英雄 有一定的关系吧 但炸 如果说是炸弹人的草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 你会被不停的破壳 甚至你在找视野的过程当中 你是一直在亏经济的 可以看到狗头一直是在不发育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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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的时机一键又射到了念 念赶紧先拉开 WakeUp爆炸结果下来 直接选择想勾 但这一波WakeUp的位置有点差 看一下阿龙 阿龙被睡到了 维鲁斯也给上一个大招 一键射下来 阿龙显然变得很低 但是他还能回血 凡凡在里面 凡凡凡走了 第一时间沈仙拉了上来 被阿卡丽给击杀掉了 同一时间在下 看一下后排 后排武器大师开着 被赢四个 但刚好被一个定角爆破给炸走了 维鲁斯再一键射到两个人 亚米这里应该先走不掉了 亚米要卖掉自己 保着队往后撤 这一波 我估计已经用过了呀 甚至亚米这一波是能走的 还真让他给走掉了 感觉得动小龙 下午先锋现在也没动 小龙已经被WaveUp给拿下来了 在乱战当中 抱歉 莉莉亚给逞到了 这一波还是挺关键的 是的火龙第一时间 减速留到了炸弹人 但是这一剂穿刺 直接没能命中 后续应该不会跟伤害了 直接走 而且维鲁斯第二剑 选择做了个重伤 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动这个霞午先锋 实际上对于维鲁斯来讲 是有一点小亏的 回家补装备了 回家补装备 队友也不打算动了 这是要做巨蛇之牙 但右边有护盾吗 右边 好像没有 光盾吧 光盾加上加里奥 光盾加加里奥 确实护盾技能少一点 做巨蛇之牙效果没那么好 后来换一波血 反击风暴过来 挡平A 挺细节 换血对于武器来说并没有很亏 再动霞股 但主要还是狗头的目标就是发育 能抢就赚 抢不到就拉到 这个终于塔应该不太好手了 我觉得这把到目前为止来说和咱们看到这个阵容整体的思路是差不太多的 就前面你资源确实狗头这个英雄在资源团你不太好去什么先占位置或者是像其他打野一样找机会 但是你没办法拉开这个英雄太多对吧 而且这个蓝buff感觉微博给命能打呀 非至少在下路解放了自己 这个蓝buff不抢一下吗 穿字之前没再穿到 又想来 想来复刻一下 是的 龙是直接交了场不给机会 然后现在龙的伤害应该也挺可观了 九分钟了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没落后几十领先 因为你后面的话 卢仙加维鲁斯 对于Noah来说是相对来说阵容更好处理的一点 但这个酷威感觉给的人不太对 如果再等一会儿可能效果会更好 你说给莉莉亚是吧 至少能感觉能骗个闪 身边是加里奥和狗头的话 再等一会儿自己家队友也能落位 刚刚也看到维鲁斯在第二剑做了一个木阵 确实在没有更多像卡尔玛拉克斯这样的护盾型英雄的情况下 你做巨蛇之牙的收益没那么高 但手游的误穿装备还是太少了 哇 这一剑伤害太高了 一剑半血了呀 再来 新兵 主要现在微博给米亨诺瓦形成这种僵直之势 不知道是赚还是亏 VACUP已经提前落点了 想要找 伤害够把平A起手再接一个二技能 看一下钩子 哎呀 这个钩子勾到墙了呀 还好换了双招是赚的 而且大灭下我快没了 但也没有办法继续打了 压米也在来的一个路上 这一波击飞起了一个卢西安 卢西安这波滑步差一点点又被蹲回来了 如果他走一个斜角度的话 那一定会被抓回来 是的 老强度老对线了 而且现在在边线上 这个阿卡丽感觉也挺解放的 就这么拖下去 阿卡丽马上也来到了自己龙团 该要发力的两剑套 我现在其实挺好奇 狗头的伤害的 几层 他的一技能到底跌了多少 我也挺好奇 对吧 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在 打团里面 检验一下伤害 他已经神分加冰权了 神分加冰权 既享受了神分带来的一点伤害 但冰权的耀光额外的那个伤害 是不会叠加的 对吧 他只能享有那个减速圈 减速带 这也是很多人以前玩EC的时候 对吧 都在考虑三项和冰权 到底要不要一起出 这个一技能晒好高啊 现在 一技能捶了一个717 717的血的蛤蟆 直接给捶死了 伤害还挺可观的 检测一下 三个一技能 四个一技能加个成 这回 伤害已经挺高了 对 目前看上来伤害已经很够了 而且剑魔也做了一个神分 主要怕狗头做什么 做一个水银鞋 再做一个正义荣耀 你知道吧 直接追过去年后排是吧 对 年后排 这伤害太高了 而且本身就有一个枯萎 还有一个兵权 这留着能力拉满 来看一下 这波团很关键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波龙团 现在World Gaming小有领先 但这个领先并不大 双方仅有辅助有精神 那现在开辅助不是一个好选择 是的 但是Noah的中下两座防御塔 中路塔是掉了的 下路塔也快了 武器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剑魔正在打 而且狗头选择动这条水龙 是有一点的给到对方机会的 剑魔开大了 念开大了 大灭也开了出来 这一波贝影斯科也开启了自己的宗石之威 晕住 晕住上面想过去再捶他 但是这波感觉要单杀了 比闪现过去还想来 念这波大灭结束 贝影斯科的宗石之威也结束 而且正面阿卡丽选择还想进场 且卢西安 卢西安这里交出闪现赶紧往后撤 太坦的大招也被迫给上了阿卡丽 阿里可以利用自己的表里山轮轮往后点 又逼出了一个金身 后面压力引了过去 正面两个人在打小龙 三个人直接逼退了四个 Noah这波团打得说实话很好 虽然没有爆发出一个人头 但这波团他们的思路非常清晰 零换零啊 而且感觉背影斯科差一点点 我感觉他刚才第一时间上的话 我感觉是知道的 但这波莉莉亚过来了 谁是猎人谁是猎物 二打二一闪要想接大吗 但这一波还想再过去留 凡没有能够杀掉这个念 是的 大招在刚刚龙团的拉扯当中 莉莉亚的夜蓝瑶已经用过了 感觉微波gaming三件套得封个雌雄了 再拖下去这狗头无限肥啊 感觉这把比赛有点难了呀 阿龙直接开大招 但是后续也换了一个wakeup的深海冲击 刘沃种没有中 夜蓝瑶还差一点点的时间 我没中伤 嗯 这两个人都没做中伤 所以就导致了在边线上这个剑魔可以 不死 可以比较 可以比较赖一点 他自己是不怕的 需要能力是不比做神分武器弱的 现在阿龙就走过路过叠一叠 收点过路费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个狗头和莉莉亚就差了一千的经济 差了其实是很能接受的了 对很能接受的了 在我看来是狗头其实野区应该是没有野怪吃的 798 一个搞霸 只要过来保一下 这深量吸力扫一扫 以则被扫到了三分之一的血线 但没后续啊 你现在上下下路塔总算是掉了 被热成雷弹给打断回城 但这波他不回城 你这个上一塔掉不了 炸弹人来了 Remake赶紧过来协防一下 想来保住这个上一塔 而且也看到了对面的人也在往上赶 所以没有办法 刘温种命中了两人 还是挺痛的 但是不得不说 在没有团战或者说僵持阶段 维鲁斯的poke伤害都不做数 甚至是刚才可以看到卢先选择补的是无尽 暴击拉满很暴力的一套出装 是的 利昂魔刃接无尽 后续的话莉莉亚这一键也大帽摸出来了 感觉得打决赛圈啊 被影斯科的位置有点危险 Lovar这里是三个人过去追 直接逼闪现 但是阿楼闪现挂枯萎 一个一键的直接把他吹到这一点血量 这个怎么打 马上跳转腰好了 没杀掉 被影斯科 被影斯科没有导弹 后续的团怎么办 凡这里怎么带掉 太胆的大胆虽然就被写了 但一键 穿两个 我的天哪 一杀来一键 又是一键 现在是微博GAMING的追击之势吗 又一键继续勾强 阿龙的位置有点差 飞来了 太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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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这个人头 太秀了 实的维鲁斯在这一波团 太勇猛了 把印记拉满之后 本身的伤害 配合目刃的效果 又拉得确确实实太满 但不得不说我们也看到了 龙的第一次吃水伤害 伤害已经很高了 你看他第三线都已经在做峡谷制造者 这一把比赛阿龙的一个思路 我真的看到就是穴道 开大招燃烧对面的百分比生命值 通过峡谷制造者本身给自己增伤的同时 还给自己吸血 可以这么吸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都到这个地步了 不然你狗头团阵当中一旦被拉扯 你是捶不到人的呀 他只能贴到肉 而且左边这套阵容我感觉 最好的双丝一不是做金身 而是做水银试带 在面对有狗头的阵容的时候 水银试带架枯萎的作用会更高一点 而且还有嘲讽 是吧 右边这个控制确实还不多 对对对 包括剑魔的击飞也是能提前解的 现在两边要打起来啊 还都不好说 那本来刚刚以为是 诺瓦能够扩大经济优势 能够追回经济劣势的一波团 但伴随着维鲁斯那一件双雕 是直接把那波团给救了回来 但是你现在十七分钟半 还是有一点点的 有点拖的给狗头很长的一个发育期 狗头现在一半三天七 比你莉莉亚经济都要高 我觉得这把比赛就是远古龙分生死 第三条龙可能都还分不了胜负 对 但这一波可能是一个机会 勾到直接开了一个精神 索武没有挂到 但开的是一个鸭蜜 鸭蜜又吃了一件 身上有孟满芝的一个被动 没有选择交叶蓝瑶 看一下得到了 这小龙感觉弄话不太好争 是 挺多贡献一个大招 而且维鲁斯的装备 也像你说的补了一点点AP 他的这个小面具 是要做峡谷制造者的 伊泽开峡阵 赶紧交上自己的闪现 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感觉回家不补TP 应该是没机会 而且自己做金身的 TP应该是补不了 吃果子直接回来 吃果子回来 正面可能要打5打5了 中路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金身规避了阿卡丽的伤害 而供时间龙团 正面龙 但是龙已经掉了 正面龙被莉莉亚给收掉了 之后正面团怎么办 怎么办 腐败锁链找到金身 狗头一个人切了进去 终于进去 两个人准备要拿5了 赶紧过去追 拿到了一个双杀 阿龙这里还要再来追 但是对面有个反击风暴 还能再追 把又挂了一个枯萎 狗头这里再一棒子 一锤80再拿人头 8080又80 狗头直接把570给敲死了 狗头一波团打了6547的伤害 兄弟我就觉得 刚才分析有道理 侠口制造者是吧 还在涨 要上7先了 这波还能再追 下一个一技能 三下 直接收掉泰坦 大龙了 是的 而且 现在只剩下一个卢仙 如何一打4 狗头第二个大招要好了 大龙肯定是要放 阿龙两把比赛 用了两个不一样且冷门的英雄 告诉我们该怎样应对职业赛场的莉莉 没错 一千 又在等 又在等 他在等整和那个一技能 还要给自己叠印记 他在 也身上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大龙肿 是的 主要还是要等给念这波大龙buff 卢仙回家补出了这个多米尼克灵主的之意 然后现在 但感觉近身的效果我们也都看到很一般 但不做近身 又要防止什么炸弹人的poke伤害 地狱火炮 现在远古龙很关键啊 这个位置要秒龙七千血感觉止不住了 一小低低想过来拐 看一下维尼克 双骨龙先来越低 达到了远古龙可能不太好说 阿龙龙未成为太差 飞这里 再一波 哇再一点 Remake交出闪现 但是飞站到了最后 Remake虽然拿到了一个双杀 但是 拿到了一个三杀 但是飞同样也拿到了一个三杀 双方十个人仅剩两元 现在 不得不说 Remake在刚才的一波远古龙团 但伤害拉得真的很满 但是还好 就是对面这个大龙 我们要说的就是 没有做掉破Web Gaming 破高地的这个事情 对 但这个远古龙拿下来 其实打到后面也仅仅只有 卢三一个人身上有沐浴着远古龙血 所以打到后续的话 可能需要等到下一波远古龙团了 我们来看一下Web Gaming 做了一个神奇的决策 他们发现了伊泽在上路 所以来打一波四打五 但Remake的科学地狱火爆 直接让双C 没有了正面作战的能力 在第一时间 但后续进场的时候 非找到了一个突破后排的机会 哇 Remake 他作为一个炸弹人啊 伤害也太高了 六神了 感觉炸弹人刚才 但凡是空了一个技能 我感觉Web Gaming 就会存活三个人 嗯 每个技能都很关键 场上十个精神 容错率拉满 现在两边的下路啊 是交换了Poke的位置 你法盒打射手 确确实实也是这样 就是你来到中后期 你法盒Poke的 Cd更快 对 Cd更快 你Poke的伤害你不太能接受 南车之力收益很低 1840 但只能说确确实实抵住了 左边拿远古龙的攻势 现在远古龙的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两边可能要等到下一波双龙 没错 下一波先刷新的是大龙 我们可以从右上角的小地图上面 能够看到 那 远古Gaming现在身上是有两条小龙的 有一条土龙有一条火龙 这火龙对于左边增持 还还可以 百分之六吗 嗯 还是有一点的 但是你现在就是 你下路编带 这个武器怎么处理 要分剑模 分剑模感觉龙团 又得保着炸弹人来打 加克斯遇事不决破剑者 我觉得这思路也OK 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打单带的一个人 能站出来 主要真不需要武器来打龙 维路斯的百分比伤害 包括上莉莉亚 如仙双射龙打龙很快的 AP伤害 AD伤害 再加上一个肉能扛 眼下蹲了呀 眼下蹲 其实NOVA 也是看在眼里 这个位置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追击口 现在NOVA的团权就是打消耗 而微博的团权是抽奖 利用自己的莉莉亚去找机会 而且这一局是火龙地形 相对莉莉亚来讲是 好重一点 对好重一点 没有那么多的强来挡 现在一千的经济差完全不做数啊 更多的还是看团战里面两边的发挥 以及这个破剑者的贾克斯啊 贝尹斯克能否再次像之前一样 通过单带帮助队伍挽回团战的颓势 大龙对于微博给命来讲是空视野的 这个空视野只能通过VCUP 不停的自己玩理己 这个蓝BUFF 没被吃到 还好是凡交了逞 这波好像不是凡的 哦不是凡的 哦但是你在边线上先看这一波 并刺客找伊泽 呼唤了大招 而且伊泽是做了一个水晶反射器 他一打一 现在对于贾克斯来说是不太害怕的 嗯 就打起来 阿卡利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没错 但也等到第二条远古龙的刷新啊 伊泽路过把蓝BUFF一剪 剪完之后 又要和队友准备迎战这一条远古龙了 但此时我们要注意贾克斯依旧在上路带 贾克斯这个血量不太满 一打一可能不好说 伊泽是有机会的 全屏操作正面团队 正面四打四要打 看一下 VC写量很低 VC写量很低 VC写量先开出一个金身 而这一波念这里来了一个一闪 过去再来拳 逼出了凡的一个金身 加料跟上自己的英雄登场过去 进去打出了自己的复活甲 但是非这一波把remake给击杀了 而且念也走不掉 微博gaming的正面团要打赢了 再滑上来 阿龙虽然手脚如山的一个人头 但是龙怎么办 远古龙要有了 远古龙给到了微博gaming 而阿龙这里赶紧往后撤 在单带端 两边的单路选手 再次一打一打起来 表里上的一波一段 有转杀了 没挑战15挂上 没杀掉 伊泽直接完成了一波单杀 伊泽单杀了 但是队友都倒了 龙也死了 有时有烦 但是这个时候选择先动高地 阿克里身上第一时间是没有大招的 动高地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先破一路吧 我觉得先破一路吧 有点想一波 想一波有没有说法 压起上的腐败索链在一个圈子之间 这一波伊泽先要肯定 后续远古龙之间点击地 恭喜微博 这一局 双射手加上边路的武器 确确实实给到他们更多的机会 但不得不说 激性的打野 构头也让我们见证了 这个英雄打野的可能性 而且在后续的最后那一波处理当中 刘窩种一旦命中 伴随而来的就是叶尔兰 加上压起身的一个腐败锁链 这两名选手在最后的团战里面更胜一筹 而且确实在常规打野 你面对冷门打野的过程当中 你除非通过团战创造很大的优势 但如果你一旦进入到那种 远古龙大龙的五打五的过程当中 你狗头的打野这种烈势 可能就显现出来了 你没办法跟莉莉亚去强行的选择 什么拼城啊这种东西是比较困难的 拼城还好一点 是靠血量来顶 因为我们不得不说狗头来到中后期 叠起来的那个E技能 就我们说的Q技能嘛 可能斩杀线 会比那个莉莉亚高出来一些 也可能叠个500分Q 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选手一直说 是运气好运气好 因为一直都说 他们其实进入季后赛 进入到淘汰赛的时候 运气一直是占一部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最后一波的远古龙 就是远古龙团的话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 对 因为其实左边的这条阵容 微博gaming不得不说 就是在维鲁斯打龙也很快 莉莉亚打龙做了个大面具嘛 远古龙的基础生命值也很高 包括像自己家 还有一个卢仙双射手打龙 就是打龙会比右边快很多 其实在右边的这条阵容 能帮助龙来打龙 阿龙来打龙的英雄会很少 对 我觉得其实感觉他拿出狗头打 也并不说是 我自己觉得其实也不是说是说 长招 就感觉好像是真的没有东西用了 我觉得这把比赛 打到就能打到这个地步 是挺不容易了 面对于NOVA这一套阵容来说 因为他们打到好多